南非時間八點 剛起床 我們準備先去吃個早餐 因為我是美好的一天 因為我是美好的一天 Good morning!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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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影片感謝KTM台灣總代理安東貿易 普悠瑪一節租車 Stream Trail台灣 iGoGo Sport絲伯特 極限專賣 正成集團 Insta360 PB Design 贊助播出 YoYo我是魯特 在經過了昨天的迷霧驚魂季之後 一早起來 我只覺得還可以看到這些熟悉的面孔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比起昨天 今天的行程 就簡單許多了 同時今天 也是我們在南非 第一階段騎乘的最後一天了 因為今天 我們即將進入花園大道 各位我們現在 這時候我們東西 我們吃完早餐 然後剛整理完房間 今天要到達我們 在這個南非最南部的一個據點 巧智了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出發 Go Go 在飯店簡單吃個早餐之後 我們迅速的把東西整理完 接著也就準備展開今天的旅程了 出發之後第一站 就是先來加個油 昨天再回到飯店之後 其實我有稍微看了一下啦 在我迷路的這一整個下午 我到底騎了多長的距離 算完之後 原本一天只有大概200多公里的土路 因為迷路 硬是被我多騎了整整超過100公里的距離 敗視於Lekker那顆超過20公升的油箱 讓我幾十多騎了超過100公里 油量在今天早上還有四分之一 加滿油 我們也準備要繼續出發了 離開飯店之後 這剛開始的路程 就讓我真的非常的熟悉 因為 這就是我昨天迷路的時候 然後 起的路 然後我昨天就是在這段 電線改下面改 這一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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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這邊改 稍微回味了一下昨天獨自等待救援的感覺之後 繼續沿著這條公路前進 跟昨天很像的是 今天的天氣 同樣是個雨天 而里程 比起前幾天 可以說是非常輕鬆的一天 只有短短的270公里的公路 所以一早 也就沒有昨天那麼緊繃了 隨著越騎 雨勢也跟著越來越大 所以在這裡 我們還是把雨衣穿了起來 你要繼續走 直到它變瘋了嗎 OK 我們現在可以穿它嗎 OK 我們等待車子 OK 他現在要穿 他現在要穿 等車子來 然後那邊還穿 穿完雨衣我們繼續出發 一早騎了這條公路 其實我當下沒有特別注意是幾號公路啦 只知道我們現在 就好像是行駛在一座山的人線上面 而雖然說是人線 但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這看過去一整片 全是霧茫茫的 這樣的天氣 一直持續到了我們接到N2高速公路 才稍微好轉一點點 而這大概是我這幾天以來 看到路上這麼多車的一個早上了 在經過的這幾天 都是騎在人煙稀少的神仙地方之後 我們又重新回到了文明世界 雙向都可以看到不少車輛 尤其是在這條N2高速公路上 N2高速公路 總長超過2200公里 這趟南飛行中 我們預計行駛的路段 只有這總長大概不到一半 大約是從伊麗莎白港 往西到開普敦 只有700多公里啦 但是從這邊開始 就算是我比較期待的部分了 因為從地圖上來看 我們即將騎乘的路段 整段都是靠著海的 也不能說是靠著海騎啦 至少是在海附近 這也代表著我們從南非的內陸地區 現在來到了沿海地區了 在花園大道這個區域 我們的旅遊方式也會稍微有點改變 在前幾天 我們都是每天騎車 到了一個點之後 在當地找住宿 過一夜 隔天接著繼續出發 而從花園大道開始 我們也即將借宿在Jack 他位於Wildness的房子 算是從遊牧室的行程 演化成了定居的形式啊 而即使早上才剛吃過早餐 我的肚子還是餓得不行 所以在進入花園大道之後 我們也決定 找間咖啡廳坐一下 順便再來 吃一次早餐 然後再來學一句南非語 請我教你第一次嗎 對 對 讓我做它 然後你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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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在三個小時之內 吃了兩次早餐 第二次吃早餐的時候 還整盤把它吃光光 連Furter還有Home Duck 好像都被我這十輛嚇到了 只是尷尬的 不是我吃兩次早餐 而是我們都已經給它客下去了 才發現我們的錢 全部都放在Alan身上 不過幸好 我們還有Furter大哥啦 我吐司都吃一半了 然後發現我們現在身上沒有錢 謝謝 我們得了Furter 所以我會買他啤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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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頓要給Furter請 然後晚上呢 我們再請他喝啤酒 我不知道那份量是豐富的 那我都拿了 那我都拿了 然後我完成了 在N2上面 其實我原本有排了幾個景點要去 全世界最高的跳橋 攻韓跳的 Broken Bridge 但是這一次來到這邊的時候 它長成這個樣子 從畫面大概就看得出來 天空除了雨之外 還鋪上了一層濃濃厚厚的濃霧 天氣好的話 這裡其實原本是可以直接看到海的 可惜啊可惜 只能自己幻想著自己 現在應該是距離天空不遠了吧 所以啦 也因為這樣的氣候 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說 這一路上 我們只停留了三個地方 剩下的基本上 全部都在騎車 一次是在剛剛的早餐店吃早餐 一次是在路邊的休息站 停下來上廁所 而最後一次 則是在加油站 簡單加個油 就停了這三次 我們也早早的 在下午大概三點 就來到了Wildness了 抵達了這接下來五天 我們即將住宿的地方 坐牡查站 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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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名上指義荒野荒地 你可能會覺得我們是不是從一個神仙地方 起到了另外一個神仙地方了 雖然地名叫做Wilderness 但是這裡並非一個荒涼之地啦 相反的這裡也是個充滿活力 自然風光 同時美麗的一個小鎮 我還記得在我來到Jack家之後 每天早上我最期待的 就是一早拿著我的空拍機 往前飛到他家前面的這一整片濕地 每天就像在開盲盒一樣 你都能看見不一樣的野生動物 所以我覺得Wilderness這個地名 指的並非是這裡地貌的荒涼 而是這裡環境的那種野性 想像一下當你起床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幾隻鹿 幾隻我從來沒有看過的鳥 在離你家不到20公尺的實地上面 跑來跑去 跳來跳去 飛來飛去的 真的蠻野的啦 而抵達Wilderness之後 我們在這邊休息了一天半 隔天雖然停電停了超過8個小時 但是我還是在沒有電的情況下 簡單的剪了一支影片 然後也順便讓自己的身心 真正的放鬆一下 所以在到了Wilderness的隔一天 相機什麼的我都沒有拿 也完全沒有拍 直到把影片剪完 我們才準備去附近 稍微閒晃一下 而我在Wilderness第一次騎摩托車出門 則是在一個傍晚的時分 在搞完了全部的東西之後 手 當然又開始養了起來嘛 無時無刻就是想要騎車 但是因為時間 已經接近了夕陽十分 所以我們打算前往 距離Jack家 附近不到5公里的半山腰 好好欣賞一下 這難得的夕陽 偶像的曾經 偶像的雙方 黑衣鑲 詞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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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